台積電實在太強了 台積電帶動的護國神山群 實在是表現亮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半導體的ETF 我們也要請教朱老師 這個是不是都受惠台積電帶動 績效表現好 問題來了 就是台積電也漲到快一千塊了 那半導體ETF真的還可以投資嗎 所以就這樣子 你看 真的是標榜半導體 可是這一檔沒有標榜半導體的 其實是含積量最多 他比0050還多 0050是51%多 含積量的基金 他六成 他光台積電六成 而且他第二名是誰 是鴻海 鴻海今天漲105% 所以他績效你看到48%多 是台積ETF當中 上半年最多 可是剛剛陳彥講的 你覺得台積電還會漲多少 不知道嘛 所以回過頭來 就算台積電不漲 可是你覺得半導體的題材會 冷下來嗎 也不會 不可能 因為九月蘋果 不是跟你說A18 就是要半導體的晶片 然後第四季誰 輝達的GP200伺服器要出貨 正式亮相 不就都跟這些有關係嗎 可是這個投資人也會有無準 你看到我們就從這邊切開 因為右邊三檔是境外的一 這邊是境外 對 留一點點 我們就看國內的 先看國內 這五檔裡面只有他打敗大盤 上半年的台股是28.45% 那你其他這個不就好 你都跟我說半導體比較好 小輸一點點而已 對啊 原因就在你看到 下面大家在買誰什麼 買來買去都一樣 最後的結論就是告訴你 因為我台積電最多 所以我最好 那更多的不就是他嗎 對 可是回過頭來 你說台積電會漲是因為誰 不就因為他 回答 那你為什麼不買回答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回答 只是這個古時候的翻譯 大家一看這是誰 這項就是回答 其實也是回答 所以你看 既然台積電漲是因為回答 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去買 連結回答的 所以你看到有沒有看到 3178 3158 這檔我給你講 因為到3月15號才掛完 輸人家 起跑點輸人家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當然你買台灣的半導體ETF 好處是 因為我們都很熟 每天相關新聞一大堆 那連國外的這些 你也不是不好 可是坦白說除了回答以外 你還能喊得出幾家半導體公司 對 可能屈指可數 好 但是真的 如果要會漲的話 真的 我個人覺得含輝量比含劑量更重要 含輝量 因為我們剛剛不就說了嗎 台積電下半年的重頭戲 一個就是蘋果的 對 這個晶片 另外不就是輝打的部分嗎 所以尤其是輝打 目前市場上 喊到多少 200美金 現在多少 120幾而已 這漲幅很嚇人 你看它已經漲了幾倍 它居然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如果今天輝打真的能漲 那當然台積電也會跟進 所以我會覺得 投資人不妨自己想想看 你喜歡台灣的還是境外的 當然如果含灰基的話 的ETF可能更好了 那因為台灣投資人 非常喜歡黃金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黃金是不是可以持續的一個交易 持續的持有